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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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琢磨怎么跟人搭讪 还没想好词 我倒是可以帮你们 快说 萧静现在弹的这首曲子 是她自己写的 才女啊 听着 萧静现在最关心的 是她写的曲子 会不会被别人认可 你要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去吹捧一番 她一定把你当知己 那下一步还不好进展吗 哥们儿行啊 你太有才了 可是我这才能 在麦苗那儿总是施展不开 哥们儿 太感谢你了 真是我欠你的人情 我下回一定跟你不成 快去吧 记住 什么话好听 说什么 好 可是 萧静她会相信我的话吗 你别管她信不信 你先去试试 去去去去 好好好 活出去了 太棒了 你听懂了 听完了你的音乐 让我的思绪飘扬 就好像在天地之间周游了一圈 没错 我创作的时候 就是这种意境 这首曲子结束了 但是那种美妙的声音 还是一直在我的心中回荡 看来 你对我心想的这首曲子 还挺有感觉的 我们是知音哪 这首曲子是什么名字 我还没有想好 那就让我给她取个名字吧 好啊 既然这首曲子 还在你心中回荡 也许你真的帮我想一个不错的名字 不是也许 是一定 一定 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他终于答应我了 答应我了 答应你什么 孝敬的答应 让我给他的曲子取个名字 那你想好了吗 还没呢 我这就回去想 取名 什么 给古征取命名 这是专业人士的活吧 我们也不懂啊 咱俩有人会谈古征吗 别找了 没人会谈 小伟 我们单位有一个人会谈古征 谁啊 那快找啊 出差去了 两月以后才回来呢 那就别找了 嗓子干喝点水 那有谁懂古征呢 妈 您的慢性咽炎又犯了 我这慢性咽炎是怎么得的来着 是职业病 当年用嗓子过度吧 小伟 你老妈我是什么职业来着 老师啊 现在呢 退休老师 别咳嗽了 退休音乐教师 怎么把这专家给放了 妈 那您能帮我吗 你是我儿子 我能不帮你吗 妈 那您快点 帮我想一个名字 快不了 我还没听什么曲子呢 你不是听过吗 唱出来给我们听听 我想 我再想想 这曲子熟 有人不会这个吗 那不是这条 我再想想 把人家的曲子唱成这样 我看你根本不懂音乐 我还没找到调呢 这样 记住 什么话好听 说什么 好的 给 可是 肖静她会相信我的话吗 那不是这条 我再想想 把人家的曲子唱成这样 我看你根本不懂音乐 我还没找到调呢 她会相信我的话吗 她会相信我的话吗 在汉语中 我们常用会 来表达对某种可能性的估计 比如 她会相信我的话吗 麦苗 我能借你的相机用用吗 明天我们班同学一起去加油 当然可以 不过我的相机效果不太好 诶 对了 你可以借小伟的 她的相机那么高级 你说她会借给我吗 你去问问吧 我想她会借给你的 大家都来了吗 马克还没来 等等他吧 这都过了二十分钟了 马克会来吗 给他打个电话吧 我们出发吧 马克不会来了 他怎么了 他同屋说 昨天晚上他喝醉了 到现在还没醒呢 妈 那名字帮我写好没有 没有啊 那中午之前能告诉我吗 连听都没听过 我看晚上也告诉不了你 你哼哼的 那叫什么呀 一点旋律都没有 让你妈怎么给起名啊 这样吧 你让萧静把她的乐谱拿来 我看看 我 这 谁让你跟人家萧静说 你的曲调已经在我的心中荡漾 现在把人家曲调忘了 想管人要谱子 不好意思张口了吧 爷爷爷 那我怎么跟萧静说 那我就爱磨能住了 你自己想办法 我们晨练去喽 你别管我啊 但是 有个人可以帮你的忙 谁啊 他 他 能行吗 笨蛋 苏珊今天要到餐馆去打工 他可以悄悄地把萧静的乐曲给录下来 对啊 嗯 苏珊 嗯 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抱我在我身上 中文字幕董燕 我来说 对啊 好 对啊 对啊 好 对 我呢 还有 山上 咱来 啊 怎么没电 呃呃 她也没了 小奶奶 这是 萧静做的曲子 这是春江花月夜 哎 我说她那么耳熟呢 下一首 平湖秋月 下一首 渔州畅晚 嗯 下一首 哎 没了 苏珊 萧静的曲子呢 这个啊 人家苏珊哪知道哪个是萧静做的曲子呀 就是 你瞒为苏珊干什么呀 那我怎么跟萧静交代啊 完了 萧静 不是 是不是问你曲子起名前好名 没错怎么办怎么办 嗯 这事太难 我看你还是别干了啊 不行啊 我都已经答应萧静了 那中午之前能告诉我吗 你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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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一点点旋理都没有 是不是问你曲子前面起好名 没错怎么办 这事太难 我看你还是别干了 不行 我都已经答应消息了 这事太难 我看你还是别干了 这事太难 我看你还是别干了 我看意思是我认为我觉得 后边紧接着的是说话人的想法意见或主张 过去看看那些人在干什么呢 嗨不用看 肯定是在贴征婚信息给孩子找对象呢 咱也给小伟贴几张 小伟会同意吗 我看你算了吧 我这电脑现在速度非常慢 还经常死机 你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先查一下 很可能是中毒了 杀毒软件没有用了吗 我看你需要重装操作系统和杀毒软件 吓我一跳 搬个门 干嘛呀你 我受了你的启发 可以通过改名字这个事来联络感情 我想请麦苗给我起个名字 你不想叫小勇了 要改名字 不是我 是我的菜 我想让麦苗给我起个菜名 没听明白 这样我就可以请麦苗来品尝我做的菜 怎么样 这个约会理由不错吧 帮我约一下他 打电话 喂 麦苗 小勇他说要请你上他的店去品尝新菜 好 好 怎么说 麦苗他说不去 他现在正减肥呢 那你回家跟他说 可是我 可你别忘了 你现在欠我一个人情 你就是扛 也得把麦苗扛到餐馆去 他喜欢我做的菜 要是他对我这么感兴趣就好了 吃好了 谢谢 再见 等等等等 你别吃完就走啊 你不是说这是免费的吗 你不会让我结账吧 不结账 我就是想让你给这个菜取个名字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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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汤味道不错 就叫超级好喝吧 超级好 好 太好了 这个名字太好了 但是你能不能再帮我想一个 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更适合他的名字 这么麻烦啊 不麻烦 我这个菜名比古城取字名容易想 你慢慢想 不着急 我慢慢想 我等着 我想好了 再告诉你 走了走了 好好好 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啊 我想进入了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